纽约时报 香港立法会通过基本法23条 美国西方鸡飞狗跳 一片哀嚎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2024年3月19日 香港特区立法会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这条法案将在3月23号由特首李家超签字生效 香港特首李家超随后说 这项法案的通过完成了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 让香港发展经济再无后顾之忧 立法的过程质量高效率高 体现了爱国者治港的最高价值 让特区光荣的完成了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神圣任务 让香港可以没有后顾之忧 全力聚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共同创造一个更繁荣 更美好的家园 有人问 这个基本法第23条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简单概括 从原则性角度禁止 背叛 分裂 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行为 具体一点 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窃取国家机密的一切行为 禁止外国的政治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行政活动 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有人问 这玩意儿应该怎么看 如果你了解美国的爱国者法案 或者加拿大涉及国家安全的那些部分 这个基本法23条非常的正常 不正常在什么地方呢 为什么美国的爱国者法案从立项听证到最后通过前后不到两天 而这个更加宽泛的基本法第23条 从1988年起草到2024年通过一共折腾了36年 这个难道不是应当思考的吗 纽约时报今天有这样一篇文章 阴阳怪气 香港通过全面安全法向北京下跪了 这条立法针对外部干涉和窃取国家机密 对记者企业公务员和其他产生影响 纽约时报呢 把话说的严重了 这个基本法23条没有那么可怕 对比一下澳门 人家澳门早在2001年就通过了类似23条的东西 我在2017年的时候曾经去过澳门 刚刚出关进入澳门的时候 就遇到了李扑克 李可乐这帮信徒给我发的那些用脚后根思考问题的传单 什么意思 我刚刚进入澳门 就看到了轮子可以自由的在澳门进行活动 请问大家 轮子能不能公开在大陆地区进行活动呢 好像不行 因为1999年被官方取缔为邪教组织 而他们可以再通过了23条的澳门进行活动 说明了什么 说明类似23条没有那么严重 那么为什么纽约时报把事情说的那么严重呢 原因是西方从一开始就不想让香港回归中国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直接 就这么完整 咱举个例子 聊一聊这个话题 1949年 为什么咱们的解放军不打过去呢 原因是啊 美国给当时英国准备了一些原子弹 后来这些原子弹竟然增加到了50枚部署在新加坡 美国告诉英国随时可以用 比如说中国大陆发动了对香港的解放战争 这些原子弹的部署一直到1967年6月17号 中国氢弹爆炸之后才解除 看到问题的所在了吧 还有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 为什么英国同意把主权包括1842年南京条约在内 割让给英国的香港岛一并交给中国 因为英国没有实力 中国有实力 尊严和主权来自于实力 那么为什么要一国两制呢 一方面呢是治理成本 另外一方面呢是当时美国给出的底线 别忘了香港是一个什么地方 美国西方在远东最重要的情报站 比东京和新加坡还要重要 就是这么直接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50年不变 说句老实话 从地缘政治和现实主义的角度 何尝不是一种无奈呢 如果我们在1984年拥有现在的实力 收复香港会非常非常的简单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曾几何时 美国的政治团体公开支持香港所谓的民主派 我们这边一点的反应能力都没有 还需要寄托于香港的健康力量 与其对抗 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还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实力吗 但是随着我们实力的提升 美国西方开始坐不住了 一开始呢 他们还可以玩一些民主所谓的程序正义 然后到后来就开始煽动民粹 搞暴乱了 让我们看到了2014年的雨伞运动 2016年的铜锣湾书店 和2019年的反修例风波 美国西方在这个时候看到中国实力的提升 他们开始缩哈了 他们的目的很直白 就是让解放军介入 解放军开枪 然后全面抹黑和制裁中国 以及让黑豹们当炮灰和耗财 然后我们看到了什么 中国的中央政府沉着应对 看到了今天的香港国安法 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西方的阴谋没有得逞 那如果有人问我看到了什么 我可以告诉大家 是祖国的不断强大 完成了对香港的解放 是祖国不断上升的实力 我们今天得以见证香港的民主和程序正义 同时也看到了西方帝国主义者的鸡飞狗跳 一片哀嚎 这也是他们这些殖民者应有的样子 另外中国对香港的解放 给第三世界民族解放事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同时呢 让我们看看纽约时报到底说了个啥 让我们仔细认识一下西方的丑恶嘴脸 首先一点纽约时报这样写道 香港人经过了多年的抗争 不幸失败了 如今他们失去了自治 也就是说 西方人眼里的香港自治或者一国两制 首先应当是两制 至于一国呢 没有也可以 最好让它没有 然后香港可以被西方殖民者随意的渗透 甚至通过香港这个跳板 对中国内地进行颜色革命 第二点 纽约时报写道 香港人将失去个人自由 同时香港可能会失去国际金融城的地位 也就是说 香港人所谓的个人自由 包括颠覆国家政权和叛国 美国人可不可以组织颠覆国家政权与叛国呢 好像不行 既然美国不行 为什么香港就可以 明白了 双标是美国的特性 流氓是美国的本能 至于国际金融城 如果你不想要香港上海可以试一试 当然了 你们想的是新加坡 首先中国可以不承认 其次 这不给了中国大陆全面的拿捏台湾更大的空间吗 假设新加坡成了亚洲的金融中心 我问问你美国敢不敢封锁马六甲海峡 如果封锁了 那么新加坡将一片火海片甲不留 当然了 小岛大浪吹 除外 第三点 李家超向北京下跪了 也就是说他的意思 李家超以香港人个人自由为代价通过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条 但是我们的话说回来 李家超不向北京下跪 难道你让他向美国下跪吗 你的意思就是说之前所有的香港特首都是向西方和美国下跪的 包括回归后的那几个吗 有人说了 不要把中国与西方对立起来嘛 问题是纽约时报他把中国与西方对立起来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么说 香港在英国占领时期都是有反叛变法的 而这里的反叛变法针对的是英国国王 那么既然在殖民地时期都可以有类似的法律 为什么中国收复了香港之后就没有了呢 看来西方失去了干预香港事务的权利之后 开始鸡飞狗跳了 第四点 因为法案内容过于宽泛 许多香港民主派团体已经开始自我审查 这个很好啊 难道不是好事吗 这让我想到了一首歌曲 社会主义好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美帝国主义培养的那些小旺旺 就是一群贱皮子 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不会老实 同时这也说明了西方的洗脑特别的成功 香港国安法一通过 香港民主派立刻想到了1984当中的 大兄弟在看着你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害怕被送到爱心部大楼的101房间里 与老鼠一起生活都开始自我审查了 double plus good 看看澳门没那么严重 只要香港人看到了李扑克的人 继续用脚后跟思考问题 6月初可以继续纪念那场未遂的颜色革命 周末教堂里的钟声依旧响起 真的没有必要那么紧张 所以有人问 香港在通过了第23条之后怎么看 咱这么说 没有实力就没有香港今天的解放 未来的台湾也一样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